这个周末的趣味任务就是这个呀 鸡蛋 煮鸡蛋很好吃 只要小朋友们愿意动脑筋 就会发现鸡蛋可以做很多事情 周一把你们的成果拿来 和大家分享 每个人都可以用这些爱心贴头票 谁得票数最多 谁就是鸡蛋创意宝宝 我想当鸡蛋创意宝宝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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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蛋能干什么呢 对了 去问问云朵妈妈 棉花糖 饭还没熟呢 今天中午吃西红柿炒鸡蛋哦 对呀 鸡蛋还可以炒着吃 云朵妈妈 心灵手小的棉花糖要学做炒鸡蛋 你 那可不行 你太小了 炒鸡蛋有火有热油 不适合你这么小的小朋友学 可是 棉花糖 如果你想帮妈妈干活 不如帮我溜溜米花吧 啊 六狗又和鸡蛋没关系 蛋雕简直太神奇了 蔡婶 您的手可真巧 嗨 手能生巧吗 小苹果 蛋雕是什么 就是在鸡蛋壳上雕刻东西啊 在蛋壳上雕刻 这么厉害 对呀 我正在和蔡婶学习蛋雕呢 我要雕刻一个汉宝图案 给妈妈的烘焙店做吉祥物 妈妈一定很感动 哇 我也想学 欢迎啊 鸡蛋有的是 哎呀 又碎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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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好了 米花 我知道已经弄坏四个蛋壳了 你不用帮我数了 哈哈哈哈 棉花糖 你笨手笨脚的 根本不适合学蛋雕 哈 蔡婶 我雕好了 哈 不错不错 哇 汉堡里的生菜叶子都能看出来 很精美啊 炒鸡蛋不能学 蛋雕学不会 我还能做什么和鸡蛋有关的事情呢 毛蓉蓉 你在编草帽吗 不是 明天我要和毛说去欢乐农场 我要帮那里的金妈妈编几个孵蛋窝 你看 好不好看 哦 你也是在完成老师交代的 和鸡蛋有关的任务啊 对呀 敷蛋 我也可以 哈哈 棉花糖 你怎么忽然这么安静啊 在干什么呢 云朵妈妈 我在帮鸡妈妈敷鸡蛋呢 哦 哦 哦 鸡蛋好像 啊 碎了 哦 鸡蛋怎么总跟我作对啊 哎呀 棉花糖别难过啊 鸡妈妈不会生气的 我没法成为鸡蛋创意宝宝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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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棉花糖 我是蛋壳宝宝 我们比一比 谁的嘴大呀 嗯 鸡蛋画 我也会 云朵妈妈 我要画鸡蛋画 哈哈 这孩子 情绪转换得也太快了 哎 鸡妈妈很喜欢我送给她的窝 昨天一整天 他们都在这里付小金呢 真有爱啊 哈哈哈 毛绒绒 给你啊 哈哈 哦 棉花糖 你昨晚没睡好吗 嗯 我昨天给你们画礼物 画到很晚 画礼物 棉花糖 你刚才说也要展示鸡蛋作品 对呀 嗯 嗯 嗯 这是小苹果 这是毛绒绒 这是皮皮 这是汤圆 希望我画的鸡蛋娃娃 让大家每天笑哈哈 哈哈 哈哈 嘿嘿嘿 嗯 哎 这份友情 大家都很感动呢 看来这次的鸡蛋创意宝宝 非棉花糖莫属了 嘿嘿 你们开心 我也很开心 有趣的尺子 有趣的尺子 这个盒子的角度好像还是不对啊 云朵妈妈 我也要折一个 哦 棉花糖 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啊 妈妈呀 要抓紧时间 把这几个蛋糕盒折好 好吧 嗯 云朵妈妈 这是什么 这是两脚器 两脚器 云朵妈妈 能不能把两脚器借我玩玩 好的好的 拿走吧 嗯 两脚器 哈哈 我要量一量我的脚 嗯 嘿 嘿 哈 哈哈 现在我是聪明博士 测量 太简单了 把这块儿带大虾的给我 嗯 那我要带肉丸的 嗯 嘿 棉花糖 嗯 嗯 嗯 它在干什么呢 看看去 嗯 棉花糖 你在擦鞋底吗 皮皮汤圆 你们怎么在这儿 哦 我们的妈妈去做头发了 让我们在这里吃东西呢 哦 我在量自己的脚呢 嗨 这叫量脚器 可以测量脚丫 还有专门量脚丫的东西呢 当然啦 我可是博学的棉花糖 嗯 那能给我量一下吗 可以 我也要量 哈哈 汤圆 你的脚是二十厘米 皮皮的脚是二十一厘米 哎 量脚器量的可真是太准了 我妈妈给我买的鞋 就是二十码的 当然啦 量脚器量脚器 量脚丫子当然很准啦 可是你看 啊 如果是帅哥哥的脚 比你的量脚器都大 怎么量啊 对对对 我爸爸的脚就很大 像船一样的 这个嘛 哎 有啦 爷爷 我想请您帮忙做一个大量脚器 要脸盆那么大 量脚器呀 没问题 棉花糖 这个够大吗 够了够了 谢谢爷爷 别客气 做木匠活是我的爱好 祝你们玩的开心 好的 这个量脚器足够大 连熊脚都能量啦 看 这个人的脚 有四十一厘米长 真厉害 我猜 这个量脚器 一定是警察用来测量 坏人脚印的 哎 不对啊 我忽然想到 大猫老师的直尺也能量出脚的长度 对对 我也想起来了 我们家有卷尺 也可以量脚呀 这个 棉花糖 你是不是在吹牛啊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量脚器 这只是个半圆尺子而已 谁说的 它就叫量脚器 不信可以问问我的妈妈 哎 远朵妈妈 你来帮我证明 这叫什么 嗯 哎 凉脚器呀 真的叫凉脚器呀 嘿嘿嘿 嗯 看来这个名字不是棉花糖胡乱取的 看 我说什么来着 凉脚器才不是普通尺子呢 不管是谁的脚丫子 凉脚器都凉得很准 什么 凉脚丫子 对呀 凉 脚器呀 哈哈哈哈 棉花糖你误会了 三位小朋友 请过来一下 他是凉这个脚的 你们看楼梯的脚是九十度 啊 不是脚丫子的脚 对呀 是脚度的脚 哈哈哈哈 没关系的棉花糖 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知识就是这样的 从不会到会 从不懂到懂 慢慢就有了进步 现在你们知道了吧 两脚器是专门用来测量角度的 知道了 知道了 38度 哇 连披萨的角度能量出度数 棉花糖快来测量我的角度 来啦 两脚器可真是个神奇的尺子 不管什么脚都能用它测量 没错 鞋中玩 玩中学 这就是最强调的学习方法